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科技热潮节目。 苹果公司的下一个大事件即将来临,预计在9月9日的发布会上将推出全新的iPhone 16,这将是首款搭载生成是人工智慧的iPhone。 这次活动以It's Go Time为,主题将于太平洋时间上午10点在苹果园区的史蒂夫·乔布斯剧院举行并进行直播。 随着iPhone 16的推出,苹果预计将强调AI的应用,这包括个性化的Genmoji和更智能的Siri等功能。 然而,这次发布会对苹果来说意义重大,因为该公司在面对经济不确定性和竞争压力的情况下,智能手机和可穿戴设备的销售已经出现疲软。 新款iPhone和Apple Watch的推出,不仅关乎技术的革新,更是苹果在假日季节的抢眼表现的关键。 随着新产品的面试,苹果期待能够重新振作,挽回市场的信心。 这场科技盛宴即将揭开序幕,令人期待的还有重塑设计的AirPods和更薄的大屏幕Apple Watch。 这些创新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苹果的发展轨迹会因此而改变吗? 这些问题都将在即将到来的发布会中找到答案,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苹果公司正式宣布其下一次重大活动将于9月9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库比蒂诺的苹果园区史蒂夫·乔布斯剧院举行活动标语为It's Glow Time。 这次活动无疑将成为科技界的一场盛世,不仅因为它将推出新的iPhone 16,还因为这款手机将首度搭载生成是人工智慧、AI、技术。 CNN的Samantha Kelly报道指出,这次活动将于太平洋时间上午10点开始,并会在线直播。 苹果在6月的全球开发者大会WWDC上首次展示了其名为Apple Intelligence的人工智慧功能。 这些新功能包括个性化的Genmoji、苹果的AI生成表情符号,以及显著更智能的Siri,能回答有关日程安排、电子邮件内容和亲人航班到达时间等问题。 苹果公司还宣布了与ChadGPT创造者OpenAI的合作,这让外界对即将推出的iPhone 16充满期待。 多年来,苹果逐渐在一些功能中整合了人工智慧,例如实时文本和改进的自动更正功能。 但这次生成是AI的引入,或将使新iPhone成为首款完全以AI为核心设计的设备。 CNBC进一步报道,苹果的这场发布会还会推出新的Apple Watch型号。 据分析师和彭博社的消息,新款iPhone可能会被称为iPhone 16高端设备上将配备更大的屏幕,重新设计的摄像头凸起,还有一款新的颜色。 苹果的可穿戴设备也将配备一个新的更快的芯片。 苹果通常会在秋季发布会上推出新iPhone和Apple Watch以迎接关键的假日购物季。 今年的iOS18版本也将随着新机型的推出一起登场,这次更新包含了Apple Intelligence一系列用于日常使用的AI功能,如总结消息和生成可爱的图像。 苹果最近的开发者预览显示,这些功能可能会在苹果硬件发布后不久推出。 Sales China Morning Post透露,苹果计划在9月10日举行年度最大型的产品发布会,届时还将揭晓新款AirPods和手表。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尽管时间尚未正式宣布,但公司正在为这个日期做准备,这一天恰好是星期二。 发布会之后,新款iPhone将于9月20日开始销售,这与苹果近年来的典型做法一致。 这次发布对苹果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该公司最近几个季度的智能手机和可穿戴设备销售疲软。 若在9月20日发布iPhone16,意味着部分设备的收入将记录在当前季度,苹果的财政第四季度。 公司预计销售额将比去年同期增长约5%,分析师预测该季度的收入将增长7%,达到1284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iPhone16的Pro型号将拥有更大的屏幕和新的相机功能,例如专用的拍照按钮。 公司还将推出名为Apple Intelligence的一套人工智能工具。 总体而言,这些手机与去年的型号相比变化不大,但可穿戴设备将迎来更大的变化。 Apple Watch Series 10型号将更薄,但屏幕更大。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进一步证实,苹果还将重新设计其AirPods系列,推出新的低端和中端版本。 首次,公司将在中端AirPods上提供降噪功能,而入门级型号自2019年以来首次进行更新。 此外,苹果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将其Mac电脑转换为M4处理器。 这些新款Mac将在年度iPhone发布会后约一个月内推出。 根据彭博新闻看到的开发者测试日志,苹果已经加快了四款新Mac型号的测试以确保与第三方应用程序的兼容性。 这些Mac型号标有16、1、16、2、16、3和16、10的标识都代表了配备M4芯片的基础版本型号。 这些型号的中央处理单元,CPU,总共有10个核心,而低端版本则包括8个核心,这是一种性能的衡量标准。 配备时核心CPU的版本还拥有10核心的图形处理单元,GPU,而配备8核心CPU的型号则拥有8核心的图形引擎,都配备了16或32G的内存。 这些规格与iPad Pro中的M4处理器相同,包括4个高性能部分和6个专注于效率的核心。 从以上报道来看,苹果的这次发布会无疑是一场技术盛宴,将为市场带来一系列令人期待的新产品和技术革新。 在全球经济状况不确定和竞争家具的背景下,这场发布会或将成为苹果重振旗鼓的重要契机。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苹果公司将于9月9日举行其年度大型产品发布会,届时预计将揭晓最新的iPhone 16以及其他产品。 这场活动将在加利福尼亚州库比蒂诺的苹果园区史蒂夫·乔布斯剧院举行,并通过苹果的网站和YouTube进行在线直播。 这次发布会的标语是It's GoTime,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和猜测。 此次发布的iPhone 16被认为将是首款完全已生成是人工智慧,Generative AI,为何新设计的设备。 苹果早在6月份的全球开发者大会,WWDC上已经展示了一系列针对iPhone的生成式AI功能。 这些功能由Apple Intelligence驱动,包括个性化的Genmoji和更智能的Siri。 这些工具能够回答用户的各种问题,如日程安排和电子邮件内容等。 苹果公司还宣布与OpenAI合作,后者是知名的ChadGPT的创造者。 虽然OpenAI目前面临各种审查和挑战, 这次合作标志着苹果在AI领域的进一步拓展,期望通过增强的AI功能来提升用户体验。 新的iPhone型号可能会在高端设备上配备更大的屏幕,重新设计的摄像头凸起,以及新的颜色选择。 iOS 18也将随心机型同步推出,这是iPhone的最新操作系统版本,将包括Apple Intelligence功能,如消息总结和图像生成等。 这些AI功能预计将在硬件发布后不久,陆续推向市场。 除了iPhone 16,苹果还计划推出新的Apple Watch Series 10和重新设计的AirPods。 新的Apple Watch将更薄,同时屏幕更大,并配备更快的芯片。 AirPods将推出低端和中端版本,其中中端型号将首次配备降噪功能, 而入门集型号则自2019年以来首次进行更新。 这次发布会对苹果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该公司最近几个季度的智能手机和可穿戴设备销售表现不佳。 分析师预测,这次发布会后的新产品销售将有助于提升苹果的财务表现, 尤其是将部分收入记录在当前季度,以缓解财政压力。 此外,苹果还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更新其Mac系列,转换为配备M4处理器的新款型号。 这些新Mac将包括多个版本,从基础版到高性能版都有,旨在保持与第三方应用程序的兼容性。 总体而言,这次发布会标志着苹果在AI和硬件技术上的双重投入,展示了其持续创新人机交互和提升设备性能的决心。 随着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竞争加剧,苹果需要通过这些创新来保持市场领先地位, 这也是此次活动格外引人注目的原因之一。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看啊,苹果推出的第一款搭载生成式人工智慧的iPhone肯定会成为市场的焦点。 你看看苹果历史上一些具有革新性的产品,比如说第一代iPhone,改变了整个智能手机市场的格局。 这次生成式AI的加入必定又是一个颠覆性的举措,让我们的Siri成为无所不能的助手。 还不说那些令人期待的GEMOGI,这些功能会让我们的手机变得更加智能和个性化。 哎呀,楚天书,你这魔说真是太一厢情愿了吧。 别忘了,苹果的这些所谓的革新有时候也会变成笑话,比如当年的天线门事件,还记得吗? 而且这次苹果和OpenAI合作,一方面OpenAI最近正面临诸多审查和挑战,这是否会拖慢新产品的进度。 另一方面,生成式AI真能成为日常使用的核心功能吗? 到头来会不会只是一些滑而不实的噱头,让人觉得买了一个高级玩具呢? 谢奇奇,你这也太悲观了吧。 你想想看,苹果可是以用户体验优先著称的公司。 他们的每次发布会都是经过长时间的测试和研发,不会轻易推出那些不成熟的技术。 而这次的生成式AI不是一个孤立的功能,而是一系列能够提升用户日常生活的工具。 就拿日程安排来说,正所谓一寸光阴一寸晶,有了更智能的Siri,我们可以节省下更多时间,做更多自己想做的事。 说不定,它还能解决你的拖延症问题呢,哈哈。 楚天书,你这么说倒是挺有趣的,但现实可没那么简单。 看看中国市场,苹果的销量下滑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经济状况不确定,竞争对手如华为、小米等也都虎视眈眈。 苹果这次推出新功能,也未必能逆转这些趋势。 再说了,生成式AI功能真的能吸引那么多人吗? 你知道吗?有些人买手机就是为了自拍和刷抖音,AI这些高科技功能对它们来说,不如一个好的自拍镜头来得实在。 谢琪琪,你这些担忧也并非毫无道理,但要知道,苹果从来不仅仅是卖产品,它卖的是一整个生态系统。 生成式AI会让这个生态系统更加完整和强大。 你说的竞争对手确实厉害,但苹果有自己独特的品牌忠诚度和用户群体。 就像当年亚历山大大地已少胜多,苹果的这次升级可能会再次让它在市场上突围。 再者,苹果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还是无法忽视的,这次的AI功能或许正是它在新时代的制胜法宝。 嘿嘿,楚天书,你这比喻也挺有意思的。 但说到底,人工智慧再怎么强大,它还是依赖于硬体和软体的整合。 苹果能否在这方面做得足够好,还得看产品真正上事后的用户反馈。 而且呢,有时候人们对于新技术的接受度并没有那么高。 你知道吗,当年电脑和互联网刚普及的时候,人们还担心这些东西会损害孩子的视力,现在呢? 说不定这些生成式AI会被家长们视为新一代的电子鸦片。 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好了,大家准备好大开眼界了吗? 苹果又要来搞事情了。 这次,他们选定了9月9日,太平洋时间上午10点,在苹果园区的史蒂夫·乔布斯剧院举行一次特别活动,标题叫做It's Glow Time。 名字听起来就像要点亮全世界的节奏。 当然,这次活动的重点,当之无愧,就是即将亮相的iPhone 16。 iPhone 16可不是一般的手机,这回它搭载了苹果的新宠儿Apple Intelligence,也就是生成式人工智慧。 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就是你的iPhone不仅能听你说话,还能帮你处理一些日常琐事, 从回答关于日常问题到给你生成一些可爱的表情符号。 这些功能早在6月的全球开发者大会上就已经展示过了,现在终于要实装了。 据说苹果还和ChatGPT的创造者OpenAI合作,这可是各双键合璧的节奏。 不过,别急着掏钱包,毕竟这些功能可不是所有iPhone都能享受的。 iPhone 15 Pro Max虽然也能用上一部分,但iPhone 16才是那个真命天子, 是第一个完全以人工智慧为核心设计的手机。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苹果的其他大动作。 除了iPhone 16,他们还会同时推出新的Apple,Watch和AirPods。 分析师和彭博社都在猜测这些设备会有什么新花样, 比如Apple Watch会有更快的芯片,而AirPods则会来一个重新设计, 甚至终端款会首次加入降噪功能。 这些新产品将会在9月20日开卖,正好赶上假日购物季, 苹果这回是打算让大家的钱包大出血了。 除此之外,苹果还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将其Mac电脑转换为M4处理器。 这些新Mac型号的测试已经在进行中, 据说有四款新机型,标记为16、1、16、2、16、3和16、10。 这些新型号配备了不同核心数量的CPU和GPU,性能可谓相当不错。 对于那些等着升级Mac的人来说,这可是个好消息。 总的来说,这次的发布会对苹果来说至关重要。 毕竟,最近几个季度苹果的智能手机和可穿戴设备销售都不太给力。 这次的iPhone 16、Apple Watch和AirPods能否挽回颓势,我们拭目以待。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新产品无疑将再次引领科技潮流, 让我们看看苹果这次能不能再次颠覆市场。 所以,9月9日,记得锁定苹果的直播, 看看他们这次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哦,记得提前充好信用卡, 毕竟这些新玩意儿看起来都不是便宜货。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语言不再是障碍。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6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HTTPS,6度World T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